字山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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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個台北的 我覺得是一個生態上來講 是一個也是很重要 因為我們剛剛從養德大道看 字山岩嘛 它是一個順向坡形成的單面山 成績岩的這個山 字山岩是以前 台北市在放火燒山 有一段時間 因為英國的商船 可以進入淡水 那個時候 大台北地區最有價值的 作物是什麼呢 就是茶葉 我有一段時間在柏林 我聽我那個德國的朋友說 他們最喜歡喝台灣的茶 可是他們從台灣進口茶到 德國那個海關檢查都不及格 所以 台灣茶是全世界品質最好的 可是農藥太多了 那這個習慣呢 從1860年其實 那些英國人就很喜歡喝台灣的茶 其中有一個叫做Oriental Beauty 東方美人茶 英國女王一喝就覺得 哇 簡直是很棒的事情 所以那時候台灣最大的外銷品就是種茶 可是為了種茶,茶不能種森林 就放火燒山 所以台北市燒到 各位有沒有發現台北市幾乎沒有百年大樹啊 燒光光了 從台北一路燒到山峽 因為那個船可以到的地方 就有人種茶樹啦 所以一路燒 所以今天雅民山國家公園那個什麼 鹿角坑溪生態保護區啊 看起來好像很生態對不對 有時候我進去看裡面可以發現有茶樹 以前種的茶樹 表示說以前根本全部都開發光了 可是有一個地方呢 台北市一直沒有被放火燒山 這個地方就是枝山岩 因為枝山岩是漳州人的聖山 以前不是張權蟹鬥嗎 這裡是一個城堡耶 然後就打過來 這邊死了很多人啦 可是這個山呢 裡面的生態還保護得很好 我在枝山岩曾經發現過 將近20種左右的海岸植物耶 今天都還在 你去東邊的砲台會發現大肉刺 那個海邊那種肯丁才會看到的一種 很海邊的植物 居然在枝山岩上面也有 然後這個凹下去 他們以前叫蝙蝠洞的地方 會看到那個叫 也是海岸林的樹木啦 一下叫做皮孫木 在這個附近也會看到 然後更驚奇的是什麼 你知道枝山岩發現 它有很多變色葉植物 我們在低海拔的地方看到 像台大校園不是有那個流蘇樹嗎 到了冬天葉子會落光光 春天開很多的花 其實這個是很溫帶的現象耶 然後這個變色葉植物也很溫帶喔 那為什麼台北市這種亞熱帶熱帶的地方 會看到很多溫帶的植物呢 這些植物其實是冰河期遺留下來的植物 我們真的很難想像 所以枝山岩等於是幫我們開一扇窗一樣 你透過枝山岩可以看到 3000萬年來台北地質的變化 因為它是陳吉岩啦 然後你可以看到200萬年來的這個 冰河期的這些植物像 你會看得到 然後再看到枝山岩 有一年那個跟那個中原院的劉毅昌教授 然後跟地質系他們用透地雷塔去看 結果發現死人 怎麼講就是body 就是以前枝山岩時候的body 然後就往下挖 挖很深耶 所以以前的海岸其實比現在都還要深 因為後來淤積啦 各位到枝山岩就在這個前面附近 就有一個坑 就是挖出來那個body都還在 你們可以看得到 所以可以知道說以前到現在土地的變化 然後那個body是埋得多深 那聽說這邊body就是一層一層 然後張權蟹鬥的body 所以你到枝山岩的後面 靠近另外一邊 這是北邊 靠近西邊這一邊 你會看到很多清朝的墳墓 張權蟹鬥 那聽說有一段時間 不曉得好像城鄉所 好像對那個墳墓群很有興趣啊 因為他去調查的時候 大概是哪一個死帶死掉的人 然後很多張權蟹鬥 很多人後來就死掉 就把他 所以這個山上有一個叫同歸鎖 就是大家死在一起的意思 所以以前這裡發生很多很多 所以他有 有怎麼講 有地質史 有生態史 有冰河期的故事 有不同時期的人文史 還有枝山岩的背種 那個山頂還會看到那個洞啊 那為什麼會看到洞呢 就是以前土很厚啊 那後來那個沖刷土壤不斷的流失 有一段時間 張州人在山頂放牧養牛啊 那牛就践踏又然後就發現 枝山岩文化的柱洞 倒到岩石裡面 那以前有土啊 所以他們在做考古就沒有看到 那後來沖刷也就看到 原來 後來才知道說 枝山岩人喜歡住在哪裡呢 住在枝山岩的山頂 眼睛看著圓山 眼睛看著四方 看有沒有敵人來進犯 然後垃圾丟哪裡呢 我們剛剛不是看枝山岩那邊比較陡嗎 垃圾就往比較陡的後面丟 所以你看五六千年前人的習慣跟我們現在好像差不多 我們都是垃圾丟在眼睛看不到的地方 眼睛看著美麗的地方 所以羽農國小有一段時間在蓋試聽教室 就挖出很多考古遺址 那包括陽明醫院那邊 就是挖到不少東西 都是在那個比較陡的後面 所以你看我們現在人跟以前人有差別嗎 我覺得沒什麼差別 從某個程度來看 我們剛剛講到 三十萬年前到六萬年前 台北本地不是陷落嗎 那台北的溪流系統就形成了 基隆河是不是那個時候形成 不知道 因為地質學家有不同的講法 但是基隆河至少把內湖地區跟南港地區把它切割開了 所以溪流系統的形成就是台北生態環境的切割 就是開始切成兩塊 然後就開始獨立發展 所以我們後來在調查台北近郊的這些植物的時候 就覺得好好玩 這個是在內外雙溪看到的一種樹 原生樹種 它不是外來種 你看春天的時候有多麼漂亮 一棵樹滿滿的都是花 你今天走那個內外雙溪 你如果注意看還會看到 附近有這種樹 所以我覺得那個花季的時候根本不要去陽明山 到處都是人 你不如走內外雙溪這邊 你會看到這種樹 這個叫石南 這是我們台灣的原生樹種 可是在台北市呢 大概只有你往內外雙溪這一條路的兩側 才會看得到 那翻過大輪頭山大輪尾山以後 你就會看到內湖啊 這是內湖 那為什麼內湖叫內湖呢 其實以前那個 我有一次跟內湖的一些朋友聊 他說那個湖的意思呢 不是真的有湖啦 也有可能有湖啊 那個台語的那個歐的意思就是 山凹下去的地方 內湖有很多這樣的地形 就是山跟山凹下去 所以有一段時間我真的覺得 內湖是全台北市喔 應該發展那種高級住宅區啦 比如說你住在這裡 四面環山啦 這是內湖 可是現在我們就不斷的發展 就把山變成一個小山頭 這個房子就把它包起來 以前是四面環山房子 你看這個發展越來越多啦 最後就把它包起來 內湖就是很多這樣的地形 那應該是非常精彩的 所以它的捷運應該是重量 重運線不是輕運線啦 從內湖未來發展的角度來看 那內湖的生態也很奇特喔 我在一個墳墓地區 內湖不是有個公墓嗎 那個白石湖附近有個公墓 我在公墓旁邊就調查到這種植物 全台北市大概只有在內湖的公墓附近 一大堆那個樹大概有上萬株啊很多 然後最早我調查到 我還不曉得這種樹叫什麼名字 跟櫻花同一數 可是它不是櫻花 然後也很像那個墨點櫻桃 可是也不是墨點櫻桃 所以有一段時間我認為它是新種 可是有人說跟大陸的某個種類是很相似啊 叫什麼我現在忘了它的名字啊 什麼貴...什麼... 貴英不曉得叫什麼名字 要忘記了不過沒關係 可是我一直懷疑它搞不好真的是新種耶 立葉貴英啦 有人說是立葉貴英 那就不知道 那只有在內湖有 所以台北市它還是有很多很珍貴 所以我一直覺得台北市要選四花 可能有一點難喔 因為... 北投區的那些特色的植物 跟士林區是不一樣的 跟內湖區是不一樣 然後跟信義計畫區我也覺得不一樣 信義計畫區我看到很多菁果毛絕 我等一下修給各位看 一大堆那種菁果毛絕 全世界只有台灣才有 然後在文山區 那更好玩的是就是說 溪流切割以後呢 這些溪流就造成了 那個東北季風進入台北的通道 比如說從淡水河進入台北 從基隆河進入台北 還有一條通道很少人注意 就是內外雙溪 不是到了上面叫做什麼 越過去就到萬里嗎 那個地方東北季風也會下來 所以台北市的基隆河往北的區塊是比較冷涼 那基隆河往南 特別是到文山區 我們從植物就可以看得出來 那個如果你去走枝山岩的話 最常見的植物就是襄南 襄南是什麼意思呢 襄南在全世界只有台灣才有 它是一種南木類 有香味的南木 是以前台灣的漢人在兩三百年前 做現香 你到廟裡面拜拜不是要做那個香嗎 然後香你就砍那個竹子 一條一條 然後就把襄南的樹幹磨成粉 然後用那個竹子去把它滾起來 就是變成香 所以但是襄南我剛剛講過 全世界只有台灣才有 因為它是雅勒代雨林 比較中性環境的指標植物 就是說在雅勒代地區那種山坡地 不是很濕也不是很乾的這個環境 通常是在山坡 那全台北市 襄南數量最多的就是在仙基岩 也就是說整個盆地的 往南邊的這一邊 當然北邊也會看到啦 但是幾乎你只要走 木柵這附近的這一些 仙基岩的步道 十棵裡面大概有七八棵都是襄南 非常的多 那表示說文山地區這裡是比較溫暖的 比較不受那種東北季風影響的 所以我只是想強調就是 其實每個區塊都不太一樣啦 這個是那個巷山啦 很多人去走過 巷山那個地層是屬於實底層 其實實底層在台北 實底層在什麼時候我都忘記了 但是我知道實底層是一個寒煤城 所以台北近郊有很多地方 都以前都是煤礦的礦坑 那些丘陵地 包括內湖啊北投也是 北投內湖 各位知道以前有個地方叫萬芳社區啊 萬芳社區 我的了解 剛剛開始要變成公教住宅的時候 就有地質學家就在講說 那個地方以前都是礦坑啊 那聽說那個礦坑 有的礦坑是兩公里的深度 比現在的海平面還要挖下去 然後那個礦坑 以前的礦坑怎麼挖呢 那個跟政府申請說要挖哪裡 其實他真的挖的不一定是挖那裡 所以四通八達的礦坑 那也有建築師說 那礦坑是小啦 也就是現在的房子量體大 大概比較不會 但是比較怕斷層經過的地方啊 所以後來萬芳社區就有開發出來 萬芳社區以前叫140高地 還是104高地 那最早更早以前呢 就是挖煤礦的地方 那內湖很多挖煤礦的地方 我們走必山園都是礦坑啊 然後景美也是都是礦坑 那還有信義計畫區這裡其實都是礦坑 所以山坡地還是少開發比較好啦 你看生態又那麼精彩 礦坑又那麼多 只有潛在危險性 那施禮城因為它裡面有時候含鐵啦 然後隨著水就滲出來 那鐵氧化之後就會變成不同的顏色 我覺得這個石壁超級漂亮 臺北市有很多這種東西 只是我們比較我們的從小到大的教育 比較沒有那種美跟生態的教育啦 其實臺北市應該可能是因為我自己臺北人吧 我就覺得臺北市是全世界最美麗的城市 最有生態價值的城市 然後最具有那種醫療效果的那種城市 不覺得臺北人每天 對我前一陣子剛好認識一位 開那個快遞的飛機師啊 那他們每一年都會有一個月的假期 那他們公司就問他說 你可以去新加坡啦 你可以去東京啦 去度個假 然後聽說那個飛機師是選到臺北 就住在那個市政府附近的對面那個叫什麼飯店 他就每天跑步就跑向山這樣子 他說臺北你就跑步就跑到山裡面了 可是去東京跑不到啊 簡單的回答是這樣子啊 所以臺北距離自然很近啦 所以理論上喔 很可惜就是 沒有政治人物喜歡說 也不能這樣講啦 說不定將來有這種機會 真的臺北是一個世界級的 而且有這種潛力做生態城市 或做Healing Landscape的一個城市啊 只是我們沒有那種視野跟願景啦 如果你朝這個方向 我覺得臺北那個潛力真的是 非常非常精彩的一個城市 好我們再回來談象山 象山這個屍體城屍壁上是什麼呢 就是那個金狗毛蕨啦 是一種蕨類 那這種蕨類是我發表的形狀 如果各位去查這個蕨類的拉丁文學名 後面的命名者就是郭 KUO就是我 因為有一年我在大英博物館的時候 我就發現 以前臺灣的金狗毛蕨叫菲律賓金狗毛蕨啦 那要看那個模式標本嘛 我在國外的工作就是看模式標本 就是第一次發表所根據的那個標本 我就看菲律賓金狗毛蕨跟臺灣的完全不一樣 所以我們那時候就用拉丁文把它發表成信種 全世界只有臺灣才有 所以臺灣其實是一個詭異之島 它很年輕喔 可是它有很多古老的生物像 那蕨類來講 它有4億年前到2億年前的蕨類 今天 我稍微講一下這個 4億年前到2億年前是蕨類的森林 可是一直到今天呢 這個蕨類的4億年前到2億年前的蕨類森林 在全世界留下5個家族 只留下5個family 可是臺灣這5個家族全部都有 很難想像吧 臺灣就在臺北近郊都看得到 所以臺灣是 臺北是這樣的一個城市 好我們來講一點結論好了 這是我很早以前呢 就一直在想說 臺北到底有什麼特色呢 它有烽火山林都有 以前日本戰國不是都有人打著 風火山林的旗幟嗎 其實臺北有火 有火的特色 因為火山噴發嘛 那有火山的地形 然後它有水的特色 臺北是以前海水倒灌 所以有海邊植物 然後有濕地植物 今天都還會看得到 然後臺北也有風的特色 受東北季風的影響 因為臺北的冬天溫度低啊 所以 臺北的春天的現象就比較顯著 各位可以了解 體會這個部分嗎 如果冬天不夠冷 春天就不會漂亮 為什麼我們到陽明山 春天的花很漂亮 因為陽明山冬天夠冷啊 阿里山冬天夠冷啊 所以春天就出來了 那如果說 它的冬天也像夏天一樣 那個春天的現象就不會顯著 所以臺北市的春天其實是 跟這個風是有關係的 所以 理論上臺灣應該是四季如夏啦 根本就是沒什麼冬天的感覺 可是臺北市有 然後呢 臺北市一個很大的特色就是 年輕的土地高度擠壓的地形啦 所以它有熱帶亞熱帶 那亞熱帶我們剛剛也形容過 它有比較潮濕的亞熱帶 然後呢 剛剛忘了跟各位提醒一個 我們臺灣的北部地區 有一種很特別的生態 叫做東北季風林 有一些樹木質分佈在 從基隆一直到台北這附近 到了陽明山地區 那不會分佈到其他地方 那我們把這個叫東北季風林 那其中有一種叫做生寺陽童 這個生寺陽童也是超好玩 那個日本人把它 把它當作很神聖的一種樹 各位如果到日本的那個 寺廟 不能講寺廟 就是那個宗教的那個 寺院地區 那個參道 你如果注意看 它會綁一個樹木的枝條 就那個參道的樹幹上 會綁這種枝條 這種植物叫做生寺陽童 生寺陽童在全世界 大概只有日本的中南部 到台灣的北部 會看得到 那他們這個淨土中在做法 手上會拿一個枝條 這個枝條不是龍樹 像台灣的道士拿的是龍樹 那日本的淨土中拿的是 生寺陽童的枝條 他們認為有驅邪 那台大附近 我有一次在和平東路 以前那個和平東路 新生南路跟和平東路交叉口附近 都是日本式的房子 那後來新生南路不是弄寬一點嗎 然後那日本式的庭園的樹 就跑到變成 行道樹了 我就看到 就在嘉義站不遠的地方 看到有一棵生寺陽童 就是以前種在日本式的庭園裡面 日本人超愛這種樹 因為他認為有驅邪 然後這種樹呢 葉子的顏色很深綠 下次各位到日本的庭園 你會發現 日本人很愛很深層的顏色 那東北季風林的顏色 就是很深層的顏色 然後加上這種 森氏陽童這種樹 那這種樹 其實講起來也是話很長 有一次我在那個 金瓜石的石禹中學 因為有日本人去參觀金瓜石 然後就發現石禹中學 那個一路 一進大門口的右手邊上 是個山坡 有幾顆原生種的森氏陽童 剛好開花 日本人就在那個森氏陽童下面 就是唱歌跳舞這樣 在歌頌那一棵樹 他說怎麼台灣也有這種樹 他們就非常快樂這樣子 所以你可以知道說 日本人對這種樹 那其實我們台灣的植物界 對這個樹也很尊敬 為什麼呢 因為森氏陽童 是紀念那個森氏這個人 這個森氏是誰呢 叫做森丑之助 那森丑之助大概是 1910年左右的一個日本人 他對台灣的布農族 原住民非常的了解 然後有一天 當他從基隆坐船 要回日本的時候 就從船上跳下去 自殺死掉 那為什麼 就是跟日本政府抗議 他認為原住民不能夠用高壓統治 應該跟他們 因為他有很多的原住民朋友 他大概是早期的日本人 跟台灣的原住民 大概結交成朋友的 非常少數的幾個人 他對原住民非常的了解 然後也會講布農族的語言 州族的語言 他會講很多種語言 是一個非常奇怪的人 但是跟政府就是格格不入 後來就選擇跳海 然後他也採了很多 他最早是被派到那個就是 衡陽路旁邊不是有一個自然科學博物館 我們叫什麼博物館 台灣史博物館是不是 現在那個叫什麼博物館 就在新公園旁邊 那個台灣博物館 你知道台灣博物館第一任的館長是誰嗎 叫做川上龍迷 他那個時候是從總督府被派去 因為那時候日本人剛好把這個台灣博物館設立 那他是第一任博物館館長 他上任職上任一天就死掉了 他接那個印之後 第二天晚上就住院 然後第二天就死掉了這樣 然後他當時帶去台灣博物館的唯一的工作人員 就是生醜之助 因為生醜之助對原住民也了解 對台灣的植物也很了解 所以早期有很多生醜之助的植物標本 就是放在台灣博物館 那這個都是蠻好玩的歷史 也不能說好玩啦 就是說台灣過去有很多類似像這樣的歷史 有一點差題 但是我們就聊一聊 年輕的土地擠壓的山形 那最重要的是這個綠手指 那有些綠手指就變成一個跳島 然後手指頭被人家切成 因為路就開過去 就變成一個跳島一樣 那好 那我們用這一張來做最後的Ending 我們從一開始是講說 台北這個城市以前都是秋林地 就是這些 現在這些秋林地還看得到 從北投 士林 內湖 到信義區 一直到文山區的這個秋林地 以前整個台北都是這種秋林地 那後來呢 這邊是火山噴發 所以秋林地就消失了 可是這裡 這個證明一個什麼事情呢 陽明山地區的火山 是從秋林地的下面噴出來 所以噴出來 又是蓋在秋林地的上面 所以我們今天如果去陽明山做鑽探 你從上面鑽鑽鑽 就發現都是跟火山有關 可是做到某一個深度呢 它是沉寂岩 台灣很多土地幾乎都是這樣 它的火山後來是後來噴發上去的 那後來台北盆地就陷落 我們看到橘紅色這個地方是盆地陷落 這整個區塊是陷落的 是這樣 那後來海水倒灌 一萬年前的海邊就是這樣 所以為什麼現在台北的郊山 還會發現海邊植物 就是跟這個台北大海灣是有關係的 因為海水有把很多種源就漂流進來了 然後有一些鳥類也跟著進來 那種類很多 那後來從海灣變成半鹹水 所以有枝山岩跟圓山 然後後來變成淡水 大概兩千年之內就已經是淡水了 然後變成兩三百年前是沼澤濕地嘛 那漢人就開始進來開墾 可是那時候很少 因為到兩三百年前台北還是被漢人界定為葬立之氣的地方 那這段歷史各位可以看 康熙時候有一位叫玉永和的先生來 從福建到北投踏查硫磺礦 然後他寫了很多每天的歷史 然後他的結論是台北不適合久居 葬立之氣的地方 這是三百年前那位玉永和先生寫的啦 所以台北真的開發應該是一百年的事情 我們剛剛從那個枝山岩那兩張照片就知道嘛 在七八十年前還是四地啊 還是四地啊 那現在都是變成房子 台北最早的發展是在這個地方 萬華 我一個朋友在所羅門群島 然後他有一天跟我講說 所羅門群島的土人 那個獨木舟叫做曼嘎 大家不知道有沒有聽過這個 其實萬華就是講獨木舟的意思啦 台灣是南島羽族的原鄉 那所以台北最早的開發是在蒙甲這個地方 那後來呢這個大稻城 這個不同色塊就是台北最早的發展 那為什麼會從蒙甲移到大稻城呢 就是這邊的河水越來越淤 就是大船不能進來 本來大船可以從這邊一直開到萬華 可是後來淤積以後呢 大船就可能開到大稻城 那這些大船從哪裡來呢 就是我們剛剛講1860年之後的英國的商船 大部分都是英國的商船 可是也有德國的商船 歷史上都有一些紀錄 所以有時候德國人也會在淡水河口採到一些標本 這個是我到柏林植物園標本館我才發現的 德國人居然也來過台北 那後來日本人進來之後呢 就有一個城中區嘛 就在這一個區塊 那旁邊你看城中區跟萬華區 有一個小區塊連起來 這個區塊是什麼呢 就是現在的西門町啦 那以前的西門町是現在 是早期萬華地區的墳墓區 萬華地區人死的就葬在西門町 那日本人後來去開發這個城中區 覺得這個墳墓區就在日本人最重要這個地方的旁邊 所以就把墳區簽掉了 就變成那個 變成一個叫西門町 所以我每次想到這個就想到說 你去西門町看電影 不會覺得毛毛的嗎 以前都是墳墓區啊 那這是台北市最早的幾個區塊 那後來日本人就開始規劃台北市 那這個規劃台北市的範圍到哪裡呢 就是現在的新生南路 那還沒有真的實施這個都市計畫 可是國民政府已經進來了 所以最早的台北市的使用範圍就是到台灣大學 大概就在這個角落 就是這個範圍 那後來國民政府就開始規劃 未來的就是到基隆河這邊的台北市 然後後來變成直轄市啊 就把市林啊松山啊景美全部就包進來了 這是整個台北市的發展 可是這樣一發展剛好把整個台北市的濕地 全部消滅掉 所以台北市現在連一小塊濕地都看不到 所以我們在台北市 所以台北市要付出很多的代價 因為濕地它會吸熱嘛 所以台北市付出的代價是什麼呢 現在的氣溫有時候比高雄 至少比高雄在夏天的時候 比高雄高一度 有時候會高到兩度 大家不要以為一兩度好像沒什麼嘛 一兩度差很多耶 一兩度是會死人的 所以那我是覺得跟這一大塊濕地的消失 它是有關係的 那我們將來要怎麼做呢 Green Finger反攻大陸 或創造更多的濕地 然後呢我一直很想推動一個概念 就是說未來不管怎麼蓋房子啦 因為有房子電話總不能說房子要拆掉嘛 可是至少綠戶綠應該百分之百吧 你至少把你開發這個土地蓋滿了植物嘛 盡量那個開發的那個面積去發展比較高位一點的這種生態啦 然後呢透水率我也覺得應該要百分之百啊 因為台灣現在面臨的是 像前兩天不是說 電視有報導說 我們的蠔雨下了300mm 那個屏東不是開始發生土石流嗎 兩三天前耶 300mm是什麼意思啊 就是我們看非洲野生動物片下一年的水 有長頸鹿有羚羊有獅子那種環境 下一年的水大概就是300到500mm 台灣通常一兩天就把它下完了 然後前一陣子不是那個賀伯颱風是不是 那個小林村不是被整個蓋掉嗎 然後那個納馬下鄉要千村 就是在那個阿里山的南邊這邊 聽說很慘啊很多村落都不見了 整塊山都不見了 你知道那一次下了多少水嗎 聽說兩天下了2900mm 然後你知道2900mm什麼意思嗎 亞馬遜河下一年的水也不過是3000mm 台灣兩天把它下完了 所以其實我們台灣人 因為很可惜那個氣象爆發明是跟我說 喔昨天下300 對一般人來講300 有跟我什麼關係啊 那昨天下了3000mm 其實台灣降水量最多的地方是在基隆河上游 它一年可以下4000mm 很多的水喔 所以台灣那種瞬間降水量是全世界超級恐怖的一個地方 然後台灣地質年紀又輕 所以那種 所以我們怎麼去面對這種瞬間的降水啦 就像前一陣子那個 有一段時間那個汐子不是經常淹水嗎 可是後來為什麼汐子不淹水 因為提防加高了 然後抽水機被很多份啦 所以就不會淹水啦 可是以前為什麼汐子會淹水呢 因為所有的鄉鎮區公所 以前是鄉公所啦 鎮公所啊 他們把錢就放在把 我這個鎮的排水要做得很好 雨一下了就趕快排到下游去嘛 所以所有的水都排到下游 最後排到哪裡 排到汐子 所以其實治水的最高指導原則是什麼呢 就是讓天空掉下來的水 停留在掉下來的土地越久越好 那有什麼方法呢 有比如說那個森林 我再講一點點 我們今天超出時間 我再講一點點 像台灣的樹 各位有沒有看過台灣那個 蕎木的那個樹的葉子啊 其實它不會很大喔 如果台灣那個第一層蕎木的樹葉很大的話 你看天空那種瞬間降水力量那麼大 很快就破掉啊 對這個植物來講就不好 所以台灣的第一蕎木層的葉子不會太大 叫做中等身材的葉子 然後它葉子不會很厚 不會很厚可是也不會很薄喔 它是 所以台灣的這個蕎木層的樹葉有一個樹語 叫做Mesophyll Mesophyll 那個拉丁文的意思就是中等身材的葉子 不是很大 也不是像黑森林這麼小 然後那個葉子的上面有一層角質層 會亮亮的 我下次各位出去看就會看得到 那為什麼會發展成這樣 然後台灣的森林有蕎木層 有第二蕎木層 有灌木層 草本層 草本層的下面還有枯枝落葉層 一般人比較少去注意 枯枝落葉層的下面還有斧枝直層 可是下面還有沒有層 有淺根細層中根細層深根細層 所以你看那個瞬間降水量打到那個葉子的時候呢 它有忍受衝擊的力量 所以水經過一層一層的緩衝 降到地面它不會產生很大的那個沖刷力 然後葉子會流一點水 那個水流到哪裡去呢 流到葉餅 流到小枝條 流到大枝條 那被誰潔流呢 為什麼我們樹上要流很多的灼生植物 它怎麼活啊 就是靠這個水來活啊 所以我們樹上有植物不要想辦法把它去掉 其實它是幫忙我們把水流在原地的一個很重要 扮演很重要功能的角色啦 以前有一些樹木衣說 樹上有的那些植物不好趕快把它弄掉 可是現在日本樹木衣都不會這樣想 因為那是自然的一部分啦 所以我每次想到說台灣低海拔有水的問題 我每次都想到我們一定周邊的山區的森林出問題 第一個一定是這樣子 第二個就是很多的這個水系出問題 然後最後才是我們都市裡面怎麼樣去應付這些水 怎麼樣讓天空的水 所以我剛剛才會建議說 將來啦 我會想辦法把這兩個就是 綠護綠百分之百透水綠百分之百 這兩個事情呢 我們把它放在台北市的都市計畫裡面 那讓綠有一點多的空間 那最後還是講一下就是 台北應該是一個Healing Landscape 它是療癒的 所以台北市民應該要很幸福 那這也是基金會努力的目標 就講到這邊 謝謝各位 謝謝 謝謝